民众真的好紧张 因为建筑物大火 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又不断传出爆炸声 还又是一间宠物店 就怕里面有人员或动物受困 赶紧报警求助 警销货报赶紧抵达现场 拉射管线涉水灌救 也进屋抢救受困宠物 不过现场火势真的好大 还一度延烧到旁边 五栋商家 事情发生在二十二号晚间八点多 花莲中山路二三八号 一家宠物店不晓得什么原因 突然起火 也让附近居民吓到围观 原警马上驱离民众 就怕黑烟火势不断扩大 可能会造成危险 消防队员也陆续救出宠物 赶紧交给店员安抚 根据了解这家宠物店是木造建筑 详细起火原因还要再调查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但有宠物离世 不过花莲晚间突然发生大火 也引来不少民众围观 更心疼宠物安围 东森雄黄玉民花莲报道